Hello大家好,我是安妮 这个视频的主题是 第一,跟大家介绍两种很多人认为很赚钱 但实际上风险很高的地雷项目 如果你去投资了,可能会面临天天亏钱甚至负债的境地 也会给大家介绍两种很适合普通人 投入成本很低,但是收入尚不封顶的 我们经常说啊,以前是估量网红利 大家随便做点啥都能做得起来跑马圈地 好多人就说,那现在是不是没机会了呢 其实啊,只是创业机会发生了改变 但是如果说你的方式方法错了的话 可能你越努力,越容易导致新家荡产 注意啊,这个视频讲的全是干货 都是结合我自身经历剖析的底层逻辑 尽管有一些名词稍微有那么一点点难理解 但是如果你看完了 以后无论你选择什么样的赚钱赛道 对你都会是实质性的帮助 对了,如果你是第一次看我的视频 我是一个网络创业者 我这个频道是专门分享最适合普通人的 低成本网络赚钱和创业方法的 如果你也对不上班在家的时间 才无私有感兴趣的话 就一定要订阅我的频道 按下旁边的小铃铛点一个赞 这样你以后就不会跟任何有价值的信息擦肩而过了 首先啊,大家都知道实体生意 可能高风险高 但是实体生意里呢 有一个大家都觉得赚钱实际上是大坑的 就是加盟 好多人都认为啊 第一,加盟是别人给你技术 第二,你去做一个已经成熟的品牌 那这样风险就很低 大家知道不知道前段时间 闲合装爆雷的事啊 收割了几个亿的加盟后跑路 加盟店铺从选址到进货 从店内装修到参加活动 都要挺公司的 加盟贤盒装 你一开始先付个几十万的加盟费 房租装修这些也是你自己付的 一个热门地段的房租 一个月十几万 甚至几十万是很正常的 食材也必须从公司指定的地方进货 不然就罚钱 最搞笑的是 贤盒装的门面陈赫 就算只出席一个门店的活动 其他所有的门面都要交钱 还有一个很令人发生的付据啊 老板说一个月好的时候 收入能到一百万 净利润十万 其他大部分时候都在亏损 咱们且不看 这个净利润十万多不多 你做其他项目能不能达到 就说这个最好的时候 这个毛利率其实才10% 毛利率指的就是 收入除以利润这个比值 即便是其他的实体生意 很多的毛利率也在20%到30% 你可能会说 那加盟了很多 那不至于都特别亏吧 其实加盟这个事爆了 已经不是第一次了 之前喜茶刚出来的时候 一堆互联网公司扎堆 出了一个抹茶 通过工人排队呢 表现了自己特别的火爆 收割了几百个加盟商以后 跑路了 丢下了低鸡毛 即便是你加盟是 杨国富妈妈套 或者一点点奶茶 在你盈利之前 一开始都要砸进去 一大块的房租费 加盟费 公司还要跟你分成品牌管理费 加盟啊 不仅仅是属于 最难打理的实体行业之一 而且在你本身 利润就不稳定的同时 还要对品牌拿走很多钱 创业这个事啊 你其实可以失败很多次 你只要成功一次就好了 所以不要把后续 自己尝试的机会给抹杀 在我看来 加盟这个事情是特别不划算的 只是你换了个形式 给品牌打工 第二个 不要做高度投机 或者违反商业道德的事 包括弹幕仅限于灰产 淘宝刷单刷宝 买卖假号 还有一切跟元宇宙相关的投资 先说灰产啊 灰产的收入 完全取决于它的风险高 一直在打三天球 并且一直受平台监督 收入不可能持续扩大 再给大家讲个故事啊 当时某一个巨头 出了一个N原构 当时这属于一个新的模式 监管上属于灰色地带 好多人就跟着做呀 然后很快就被立法了 这个最早做的巨头呢 跑得最快 剩下的这帮跟着做的人 没反应过来就进去了 灰产呢 别人无论给你说的 多么天花乱坠都不要碰 因为这相当于 把你自己可持续发展的路 给堵死了 这不叫创业 这叫作死 再说到元宇宙啊 我并不是否定元宇宙啊 我相信元宇宙 会是我们以后生活 很重要的一部分 但这并不代表 它的技术已经成熟值得投资 好多人都在说呀 哎呀 一二年的时候 如果买了比特币就好了 肯定报复 但那时候啊 市场上不仅有比特币 还有很多跟比特币一样 看似非常不靠谱的投资项目 最终只有比特币一个出圈了 同样的 当然特斯拉一度濒临破产 谁都不知道中国会拉它一把 所以我承认啊 市面上可能有一百个 跟元宇宙相关的产品 可能有那一两个 以后会大幅升值出圈的 但谁都不知道究竟是哪一个 因为都不知道 拿过公司以后会竞争 会获得扶持 如果有人现在跟你画元宇宙的大饼 那他要不然就是骗子 要不然是他也不懂 元宇宙相关的项目 因为近两年 割酒菜割得太多 已经下满很多了 基本上除了明星和名人 其他人都是血本无归 所以你可以保持关注 了解进度 还有行业动态 这样以后风头真的来了 你也可以凭借你的知识储备上车 咱们一直说啊 如果你想要靠一个东西赚钱 那你一定要了解 他背后的原理和逻辑是什么 不然你做的 就不是投资 不是创业 而是赌博了 鲁迅从的日子 当你没信心自己是乔布斯 就不要想着去开创一个时代 就踏踏实实的 去做那些已经被验证过的项目 转认知以内的钱即可 那这两年 咱们有什么项目可以去做呢 我们再来说是个小白 风险率利润高的项目啊 这里说的好的项目呢 分为线上和线下两种 我个人呢 是非常推荐线上的业务 但我知道很多人还是想做线下啊 而且也有些线下的资源 所以我们也聊聊线下 首先一个比较推荐给大家的 就是跨境电商 你现在如果在线下 想要构建一个品牌的话 是非常难的 成本非常高 能够做成的 就是利润的持续能力很强 并且能够不断复制的公司 就拿洗茶来做 他开一家店 他的原料产品都是一样的 成本低 大头呢主要花在营销上 也确实是培养出来的 一批洗茶的专属粉丝 贵也愿意买 但是近几年大部分的品牌 其实都是失败的 应该都知道 完美人记 花西子 还有一堆靠着小龙叔 和直播带货活起来的品牌 活了一两年 现在胡得要命 至关重要的 就是没有持续的造选能力 他的产品不够好啊 大家全是图便宜去买的 不像洗茶一样 就算涨价了也会愿意买 你再说拿到融资全是虚的 那后期全培光 有什么用呢 现在有一个趋势啊 就是大家消费越来越理性 不仅仅是现在经历不好 现在消费降级哈 这个映射出来的呢 就是咱们现在国产的 很多产品都非常卷 你正好价格低 好多国产化妆品 比完美日记和花西子都好用 还便宜 就是品牌做的不好 因为国内的营销成本太贵了呀 但这说明 咱们中国制造的整体品质 已经提上来了 孙正义啊 就是软银的创始人 最早投资阿里巴巴的股东 有过一个时光机理论 大概意思就是 在一个发达国家里流行的东西 去下一个没那么发达的地方 可以再流行一遍 最后好像坐着时光机 穿越了过去和未来 你去跑跑货园找找渠道 在国内有很多品质高的产品 因为经济形式的原因 都不怎么好卖 你找到以后 不需要做品牌 就加拿到海外的 类似于七八年前淘宝一样的 电商平台 现在电的商务 网购这个领域 中国绝对是属于 遥遥领先世界的 那为什么不依赖着 国内优质的产品线和供应链 去见为打击其他国家呢 这个就是属于 时代和国家给你的红利啊 TikTok现在在海外的发展形势 就像19年国内的抖音一样 所以如果说你后悔 19年的时候 没有在抖音上赚钱 那你现在做海外的TikTok 就像坐着时光机 穿越回到过去 不要跟我说 研究起来太累了 就算你19年的时候做抖音 你也要好好的研究和努力啊 好多人加了我以后啊 就直接问我 有没有不努力 就可以赚钱的项目 如果有的话带带他们 说完了就是问我 能不能给他们一个天上的馅饼 我问他们 那你投钱吗 他说没钱 我问那你干活吗 他说什么都可以干 说实话 天上掉馅饼的项目是有的 但你得给自己造一个足够大的锅 能接触这个馅饼啊 我有朋友 去年7月辞职 自己搞的快点电商 就是靠一个人 前三个月也没有什么太多收入 疯狂学习 铺电好以后 第五个月开始容易 现在有的月份 他的油水能够超过30万美金 也就是200万人民币 可以说是每天他在糖 睡觉的时候都在赚钱 但靠的是啊 他几乎不眠不休地研究了 小半年的时间 不断用小成本试算选品 这就是他给他自己造的一个锅 用来接触天上的馅饼的 我平时很忙 回去消息不及时 所以我有客户叫我写片文案 就直接给我转了几千块钱 把需求发我 跟我说有空的时候完成 别忘了 这个需求我一两个小时就能完成 这也属于天上掉馅饼 但也是靠有过去七年的努力积累的 世界上凡是赚钱的事 他多多少少都是有那么点门槛的 快进电商赚钱 但很多人可能只是卖了个手机壳 发现卖不出去 就觉得整个行业不赚钱 就跟好多人都吐槽 做自媒体不赚钱 我一看他们做的内容乱七八糟了 根本没有一定方向 这是因为你只尝试了这一次 就觉得整个行业都这样了 没有好好的研究和学习 自然是赚不着钱 无论是跨离电商还是自媒体 都只是一个赚钱的工具 那自然是有人用的好 有人不会用 就跟好多人拿着两万多块钱的相机拍照 还是拍的稀辣 最后怪相机不好一样 第二个 特别适合普通人的创业项目就是自媒体 我知道听到这儿肯定很多人就说 哎呀又在炒冷饭了 我并不是做这一行才捧这一行的哈 我在这个视频里面已经说了 对于自媒体市场的未来预测 感兴趣的话可以去补一下哈 我建议大家做自媒体 是因为这确实是对一个新人 觉起最好的机会 没有质疑 好多博主都在说 哎自媒体多坑多不赚钱 对此我刚刚已经解释过了 总之我这边以前的很多客户 他们变现都是几十上百万起的 做自媒体的底层逻辑 其实从未变过 就是流量变现 大家都知道流量是真金白银 所有人都需要的东西 但很多人都不了解流量怎么变现 打个比方 之前有个新闻 说有个小姑娘为了流量 把自己妈妈的葬礼放在董地上直播 我看完以后就觉得何必呢 这种饭流量没有任何的意义 流量真正的价值是帮你找到你的客户 比如说你想教英语 那你在网上就可以找到 想学习英语的粉丝 别再说什么 现在做的人太多了之类的话 你现在做总比以后做竞争要小 现在有句话叫做 所有的生意都可以通过互联网重新做一遍 这个就是时代大环境的趋势 如果这都不叫趋势 我真的不知道什么叫趋势 而且做自媒体的话呢 真的是除了时间以外 就没有什么成本了 我一开始做视频 最大的投资就是一个 一百多万钱的麦克风 就算是头部级别的博主 他们的团队可能连就几个人 但是他们透过一根网线 就可以辐射到全世界的用户 其实大家做的也都没有什么特别的 就是不停地表达和说 这是自媒体的商业模式 带给我们独有的红利 如果你真觉得在内地不好做 那你可以去做海外正在发展的平台啊 就像TikTok在未来也是有很大趋势的 我后续呢 也会分享相关的有价值的内容 不要错过的话一定要关注我哈 我之前的视频里面也说了 所有的商业逻辑都是一样的 只是如果你真的想要去做 那一定要先付出足够的努力 在这个路上呢 我们是非常愿意愁你的助力的 如果你也对做自媒体 和打到个人IP感兴趣的话 我给大家写了一个 免费的自媒体入门的手册 欢迎关注我的公众号联系哈 我也会在公众号上 持续地分享有价值的内容 如果你感觉这个视频 对你有一点人启发的话 就帮我点个赞吧 希望你早日呢 获得一个理想的收入和生活方式 祝大家数钱数到手秋金 见一见啦